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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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那叫活人 但是他死了之后 那个东西他还不是看 他是知道 死了之后你没死过 你就看就是 假如说我现在坐在这个房间死了 我的神识出来 看到的境界不是这个房间 虽然我也是从这儿死了的 但是我的神识可能在外面 我不是在这个地方的 因为维度不一样 我的神识假如不管从哪个地方冒出来 我神识现在走了 人死了 我都人死了 那个神识就是他坐在这个房间 他的眼睛看见这个房间 跟你看见 跟我看见 现在看见是不一样的 在中阴 因为我是个风大的中阴境界 中阴境界 我看这个桌子都不是 可能看见是一团屋 看那个苹果 可能看见是块石头 都有可能啊 看那一刻我是什么暴手了 看那一刻我的境界 可能看见这个房 上面下雨刮风 可能看见那边那个桥要塌了 因为我四大要封年 就是看见的 就在这个同样的房间 我们中阴境界看见的是完全两个 所以他也还是看不见这个境界 他看不见这个杯子 除非他有神童 能够跨围都看 所以在中阴也罢 中阴境界就是没投胎 人刚死了 咽了气 还没有投胎到六道以后 这叫中阴 就是你还没有进入另一道 你还不能叫鬼 也不能叫地狱 到中阴 也不能叫天人 你还没投胎 那个叫中阴境界 但是在哪儿你都是佛 但是在哪儿你都想不起来 中阴你也很难想起来 你现在想不起来 中阴你以为中阴能想起来 中阴也想不起来 也很执着 很多中阴生中生 你刚死了好多还不知道自己死了 他意识层面 但是 比如有人在这个房间死了 他人死了 抢救没抢救 医生判定他死了 但是你能 如果我有神通 那我能看到他中阴 那么我跟他中阴对话的时候 他不会认为自己死了 他要认识我的话 我要是 他才能激起来 激起来活着的时候的事的话 他认识我 他跟你聊天 聊天说 我要出去谈个生意了 我还有些事要做了 他就走了 你让他念佛 他也不念 他不认为死了 他还有很多事做 但是他一出门看到的境界 完全不是咱们人力看的境界 每种一下掉地狱去 都有可能 然后他慢慢就有隔夜之明 就把这一辈子的事情忘记了 开始 开始忘了 他一投胎就忘了 在中阴有时候还能记起真实的事情 神史里面的信息和痕迹很清晰 他还没得到 他也没得到 他必须 他也没得到 他不想知道 他不忍受 他不忍受 他会让他 他还没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